看一下這個暖暖包吧 因為你要做動畫要先有幾個 先背姿勢嘛對不對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科普類的 科普類的其實也很需要這種所謂的動畫對不對 因為要把東西講清楚說明白 尤其是這種比較難的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科技大館有沒有人去過 沒有喔 上面有很多啊 你看像這些 你要解釋這裡面什麼是Mate Quark 光看到這個你就回頭了吧 對不對 所以點進去 要講清楚說明白 所以你把它Play一下 例如人體內就有氧原子、碳原子甚至 有沒有他用這種方式來跟你講 對不對跟教科書的是比較不一樣一點 如果我們可以看得更深入 我們會發現直指、中指 還有許多其他的基本例子都是由垮克補程的 但大家並不是一開始就相信垮克利潤的正確性 所以當垮克模型在1990年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啦 這個我就不用看太多 反正就是用比較通俗的方式讓大家 現在要做科普嘛 就要讓大家比較能夠看得清楚 那另外一個呢 這個好棒棒 這個醫學比較有相關的 有些同學可能有看過對不對 你看 你進來之後 這個也很不錯 他用這樣的方式讓大家比較清楚 把一些比較 艱深的 這種把它變得怎樣 比較容易看 在家 這個有興趣你再看一下 你看這個腎臟好棒棒 哈哈哈哈 沒有聲音 哦在這裡 一個平常吃不夠可以吃兩個的兩個 一分麻煩秒 腎臟達多位於第十二胸椎與第一胎腰椎之間 而且左高右低 各位知道吧 腎臟兩邊是不一樣高的哦 你從來沒有用這樣比較過吧 不過iPhone6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看 用這樣的解釋 好像大家就看得懂 但是 可能十年後 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叫iPhone 就要再拍另外一支影片 有沒有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呢 除了先了解一下我這樣的概念以外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 就是 我們的圖片 你要先認識幾種格式 因為呢 圖片的格式很重要好嗎 雖然我們要做動畫 但是有沒有一些圖 要 好 那各位最熟悉的 應該就是這個了吧 對不對 你走到哪都有嘛 你的手機一拍下來 預設也是這個 除非你是單眼的 或比較高檔的 那 這一配格呢 老實講 它並不是一個最佳的影像格式 為什麼 因為早期為了要 檔案比較小 所以它是屬於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你只要存這種格式 它每次都問你 我要壓縮百分之多少 那我跟你講 它真的有把一些資訊丟掉 所以檔案會變小 它就不像我們一般 DiP RAR 7-EF那一種 我可以怎麼樣 壓縮之後 正常的還原回來 所以我們一般現在倒不鼓勵各位用這個格式 因為它是有時代的任務 但是任務已經完成了 那剩下的呢 就有誰來完成 這個 PNG跟SVG 那GIF呢 其實現在也還留著 因為它是網際網路上最早會動的動畫格式 不過它有個小缺點 就是它只有最多256種顏色 好 只有256種顏色 那所以說 它的顏色數量就不多 那這個對我們一般的 現在來講 圖片來說 可能你要 做比較精緻的畫面就比較不行 不過呢 它有一個優點 因為它可以做動畫 所以呢 早期 因為Flash的出來 它沒落了 但是呢 現在因為Flash沒落了 換它又出來了 因為大家覺得 沒有會動的東西 看起來就怪怪的 哈哈哈哈 對不對 雖然影片也要看 也要怎麼樣 要頻寬要夠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 頻寬比較小的 或者像你在Line裡面 也常常看到一些動畫 對不對 用GIF就可以完成 那 我們現在比較新的格式就是 PNG跟SVG 啊 啾啾血應該各位知道吧 對 科普類的 科普類的 這個 YouTuber比較少 駐台中 所以我都會支持他一下 哈哈哈哈 在這邊 這個 他有解釋那個原理 你有興趣 你再看一下就好了 那我們要看就是說 PNG跟SVG 因為呢 這兩個格式 這兩個 PNG跟SVG呢 這兩個格式 是我們現在新的網頁上的標準 那PNG 也是我們未來 不管你是做影像處理 還是做動畫 剪接影片 很重要的格式 因為這個 除了跟JPG一樣 是全彩的 我們一般講的全彩 就是所謂的1677萬色 也就是紅色、綠色、藍色 都有各有2的8次方 2的8次方 2的8次方 所以你這樣就知道 這個 請問這樣等於多少 底數相同 指數相加對不對 2的24次方 你那個計算機算一算 1677萬色 所以一般講的那個全彩 就是這個顏色 這樣了解了 好 RGB各256色 但是呢 我們的PNG 它還可以帶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透明度 透明度 也就是一般我們的透明 它是只有什麼 一個顏色 像巨斧 它有一個優點 它可以設一個顏色透明 但是效果不好 那我們PNG呢 可以從不透明到透明 總共有256種 也就是你半透明 像什麼是半透明 陰影 陰影是半透明 所以它就可以再增加一個 所以它就可以變成 再加一個2的8次方 這2的32次方 對不對 只是它不是顏色 而是決定透明度 這樣子而已 好 那另外呢 我們看下面這個SVG 因為Flash不行了 這些你看 剛剛看到上面這3種 都是屬於我們講的點陣圖 那點陣圖就會有什麼 放大縮小的問題 放大的會變怎麼樣 馬賽克 這沒錯吧 對不對 所以你看很多那個外面大型的看板 或公車外牆廣告 你如果近看 一顆一顆很粗 但遠看還可以接受 嘿 所以你們有上過陶淵明那個 那一首 那個課嗎 只可淨而遠觀 不是 只可遠觀不可淨而卸萬淵 蛤 還是只有我那個年代才有讀的 哈哈哈 好沒關係 反正那個就是遠看還好 好 那SVG呢 既然是向量的 這樣Flash就是向量的 所以他放大縮小就不失真 好 不失真 那這樣的優點 是我剛剛講的不失真 可是缺點就是什麼 要花比較多的CPU時間去運算 因為他就在算數學 好算數學 所以這個呢 是我們現在標準的網頁上 HTML5的向量圖跟點陣圖 所以我們現在以後做 不管是做圖片還是做影片 你就會用到這兩種格式是最多 反而上面這兩種相對比較少 好 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先問一下各位 啾啾血還有講到這個 因為你要做影片 假設你是要做影片 以前我都會考一題啦 但是因為上一堂的 我們有講過那個 你們沒有啦 有的人有上過 有的人沒上過 我想說 這一學期有考過的 我們就不要再考 哈哈哈哈 你如果看那個Youtube影片 好這裡喔 好這裡 不管是哪一段都沒關係啦 來我們看一下 你一定有看過這個品質 對不對 好來你看一下 請問在這裡 這個代表是什麼 影片的高度 好影片的高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320 這個240就320x240 360就是640x360 480就720x480 這個大概是DVD DVD的大概是這個 然後呢 這個是1280x720 這個是1920x1080 有沒有覺得這些數字有看過了 好 那重點來了 因為你要做影片嘛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後面有個P 有沒有注意 不要 不要現在因為選舉就只有 想到台北市 好嗎 哈哈哈哈 跟那個沒關係 所以呢 你這個部分呢 有的 你可能會看到也有I的 但是很少啦 我們在YouTube上都是P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第四台啊 就有可能他有I的 或電視上你打開有I的 那這裡 有什麼不一樣 請自行 看啾啾鞋 好嗎 哈哈哈哈 這我就不用解釋了 好 那待會呢 我們可能會需要用到一些雲端的服務 如果你今天不是真心的 你就用這個 可以嗎 好 那你要註冊啊 註冊不是要打email嗎 你就用拋棄式的就好 可以 好 你就不是真心的 就希望他不要找到你的 幹嘛你要留真的 這樣會的 好 你就自己Google一下 拋棄式信箱 這個我有寫部落格文章介紹好嗎 嘿 如果你真的不是真心的 你就來這邊 你自己Google一下就好了 我比較常用10分鐘的啦 那一進去就有沒有 就開始倒數計時 知識信箱就有了 啊收發信件就在這個頁面了 收到了你就從這邊點進去 好回覆就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啊如果時間不夠你就跟他講 再給我10分鐘 可以 好 哈哈哈 OK啦 反正這些Lily Coco的服務 我只是先跟你講一下 因為呢 我們要熱身一下了解嗎 嘿 你要開始做這些 先熱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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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